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Motion中创建新项目 熟悉一下Motion的工作界面 我在使用的Motion版本是5.6.3 每次打开Motion都会自动弹出项目浏览器窗口 选择空白分类中的Motion项目 在右侧设置一下项目的分辨率大小 视频的帧速率和项目的时间长度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这样就建立了一个空的Motion项目 选择层级面板中的项目选项 然后选择检查器 在检查器的属性中 我们可以随时修改项目的分辨率尺寸和项目的时间长度 但是帧速率这一项 一旦项目建立好之后就不能再修改了 一定要事先确认好你要使用的视频素材的帧速率 尽量保证视频素材和项目的帧速率一致 减少不必要的渲染计算 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自动设置项目的属性 在项目浏览器中点击左下角的导入为项目 快捷键是Shift Command I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你需要导入的素材 点击导入为项目 这样Motion会在导入素材的同时 自动根据素材的属性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点击左上角的文件菜单 选择新键 快捷键是Command N 我们再次回到项目浏览器窗口 除了建立空白项目还可以在左侧列表中选择复合选项 这里有Motion自带的一些官方的模板效果 点击图标可以在右侧看到预览效果 选择打开副本 这样就是从Motion模板新建项目 简单修改一下内容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们依次来看一下Motion的工作界面 最左侧的是资源库 这里面存放着Motion的所有动画模板 滤镜效果 粒子发声器 字体 和一些手绘的笔触效果 用鼠标点击缩略图 可以在上方看到预览效果 如果你的Motion中没有这些素材 需要点击Motion菜单 选择下载附加内容 手动从官网下载一下 右边是检查器窗口 这里的功能和Final Cut Pro的检查器功能完全一样 用鼠标选择需要修改的内容 例如我这里选择文字 检查器中就会出现 对应我所选文字的各种参数设置 随着鼠标点击不同的参数对象 检查器里的参数也会发生变化 如果鼠标什么都没有选择 检查器中就会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检查器和资源库的窗口开关 在左上角可以分别点击开关检查器和资源库 在检查器右侧是项目面板 这是项目面板的开关 项目面板中有三个页面 分别是层、媒体和音频窗口 这里最常用的是层级面板 在时间线的左侧 也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层级面板 两个面板的功能和作用完全一样 都是从上到下 叠层显示轨道关系的 上面层的素材优先显示 可以盖住下面层的内容 例如我们用鼠标在层级面板中 选择某一层的素材 被选中的素材 在画布中和两个层级面板中和时间线上 都会高亮显示 我们在层级面板中 把这个黑色墨的的背景层 拖拽到文字层的上方 这样文字就被背景墨的盖住了 我们在时间线中选中文字层 再拖回到轨道的最上方 这样文字就又叠到了背景墨的的上面 在两个层级面板中 没有时间的概念 只显示素材之间的叠层关系 项目面板中的媒体页面 类似Final Cut Pro中的事件浏览器 在这里显示和管理 所有导入到当前项目中的素材 在音频页面中可以调整项目中 声音的播放设置 右侧这个面积最大的窗口是画布 用来显示时间线上和层级面板中的内容 下方的时间线和剪辑软件中的时间线 非常相似 都是用来显示素材在时间轴上的位置 不同的是 在Motion中有三条时间线 当前显示的是画面时间线 我们点击时间线右上角的另外两个图标 可以分别打开声音时间线 和曲线编辑时间线 在画布的下方还有一条迷你时间线 也有一个播放头 和我们的时间线播放头联动 最后一个窗口是右上角的HUD面板 点击打开HUD面板 你可以把HUD面板理解为是一个精简版的检查器窗口 当你用鼠标选中不同的素材层的时候 在HUD面板中会自动的显示出 当前这个素材在检查器中最常用的素材参数 这样简单的参数就可以在这个浮动的HUD面板中修改 如果你的屏幕比较小 例如我们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工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关掉不必要的窗口 关掉画面时间线 声音时间线 和关键帧编辑器时间线 还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修改各个窗口的大小 这样来尽量保证画布来最大化的显示 如果觉得屏幕还是不够用 我们可以关掉资源库和检查器窗口 打开右上角的HUD面板 如果想恢复这个被调乱的窗口 可以点击窗口菜单 窗口布局 点击经典 恢复窗口布局 快捷键是Ctrl U 突然看到这么多窗口是不是有点懵 Motion中的窗口和对应的功能 确实比Final Cut Pro要复杂得多 因为剪辑软件重点是剪辑 软件的本身操作是很简单的 但在Motion这样的动效软件中 窗口和对应的功能都要复杂得多 不用担心 这里我们只是简单认识一下各个窗口都叫什么 都是做什么用途的 在后面的视频中 我们由简单到复杂 对比着Final Cut Pro的动画效果功能 逐个窗口 逐个按钮 来学习Motion中的每一个功能 刚才我们在打开这个模板项目的时候 并没有关掉之前创建的项目 所以两个项目其实都在打开着 Motion是可以同时打开多个项目的 而且可以在不同项目之间互相复制素材和效果 例如我选中这个模板效果 把它们全都拖到另一个项目中 然后点击窗口左上角的红色按钮 关掉这个模板效果 或者使用快捷键 Command W 关闭项目 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之间 互相复制动画效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下期视频我们使用Motion 制作几个简单的动画效果 熟悉一下Motion的动画关键功能 具体的功能和操作 我们在后面的案例视频中 一边做案例一边来学习 这样更便于理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